1997年 五惠國和內地演員劉曉慶 因為合作拍劇而拆出外火花 還曾經去到談婚論嫁的階段 可惜最終都是分手告終 我們現在劉小姐再結婚吧 有沒有恭喜她 你結婚我也恭喜 她結婚我們也不恭喜 不是,其實已經很久沒再見面了 其實你分手了十年 沒有機會,因為她在北京 我記得,劉曉慶經常很感謝你 因為有一次她要來香港買一個很貴的房子 但你勸她不要買 現在可能是我錯了,現在升得很厲害 但當時後來… 後來結婚了,不結婚了 對,我覺得真是… 幸好她叫我… 但現在說她就說,哎呀,為何不壞呢 我回看那時我幫你做了一個封面訪問的 她說你真的很欣賞你做人的 我也很欣賞她 很低調,難怪她欣賞你甚麼呢 低調,她說你很有分寸,不張狂 她當然很疼,當然很疼她 挺好,她懂得欣賞你 後來可惜也不… 說緣份 說緣份吧 緣份 那時你認識兩個女朋友 我們知道的,可能後面的我們都不知道 謝謝 二博卿、劉曉慶都是很強勢的女人 強勢對事業心很重 相比之下,你可能經常都勸她們 不要這麼有野心 你們是這麼看的 但我認識她時,我從來都沒想到 我沒有考慮她們兩人 說甚麼是強勢、弱勢 我覺得兩人有緣份 最重要是我先把眼緣 那你也是美女,當然有眼緣 是嗎? 不是嗎? 我又不覺得美女一定會 你跟她們拍拖時 你不覺得她們兩人強勢嗎 最後你也是說… 二老兄… 我覺得我自己也不弱 不是弱不弱 不是,我沒想到 根本我沒想到,甚麼是強勢 我覺得喜歡就是喜歡 就是沒想到這個問題 當然那時候成長者會考慮多方面 就會想這麼多東西 那時就是喜歡 那時就是喜歡 我沒想到甚麼 我沒想到強和弱 沒想到 我欣賞劉景忠時 她給我看了一本自拍書 簡軟? 自轉 因為不簡單 她寫的那本書,她的經歷 在那個年代她很前衛 不是在那個社會 她敢做這種事 真的不簡單 但我不知道甚麼是強勢 但我欣賞她就是… 她寫的東西是笑中大淚的 她在這樣的環境下 即是打倒了你 是嗎? 我欣賞她,很不簡單 因為我是跟她在… 是否亞視拍過《包青天》的時候 我認識她 我因為這樣才跟她有機會接觸 我拍攝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梁天做導演找我拍的 劉卿做女主角 因為她還沒在香港拍過電視劇 她問我拍不拍 那我也不用考慮了 我說她也沒有拍過電視劇 我一定做 叫我做她的老公 那個電視劇的時候 我劇本都沒有看到 我入廠那一刻才認識她 沒有在外面見過面 一入廠就拍電視劇 你知道嗎?認識她 然後我們又上大陸拍外景 我一直認識她 我看了一部書 她給我看一部書 接著我跟她相處過聊天 千萬別這樣說 你追她,她追我沒有 我覺得兩個都談得來 我有了很良好的感覺 那就可以在一起 就是這麼簡單 我永遠不相信… 我覺得她很吸引男人 不知為甚麼 她對男人很有吸引力 還有她說話也挺有說服力 譬如說她說話很有說服力 有時你說話她也會聽 你也有說服力 我感覺她也會聽 雖然她不表態 但我記得她做了出來 我覺得她也會聽 是不是真的緣分 緣分 你是不是很有理智 對感情很理智 你說你回到香港 我覺得我做任何事 都算挺理智的 你回到香港 然後你本來要再回去 後來你就沒有再回去 沒有… 沒有回到 甚麼令你不回呢 即是沒有再回北京 沒有… 你的事物全部都是在最後送回你 我覺得以成事實的事 不可以改變的事 真的不可以改變的事 就無需要… 去追究 拖泥大水 是吧 即是… 很多個處理方法的 我都不會說 因為我覺得很多事都是順其自然 你不需要強迫她 一定要… 即是一年有結果 對 不需要 你用了你的心 真心去做了那件事 即是你玩過也好 甚麼也好 你還是要天氣自然 你不可以這個方法不行 這個方法不行 好了 你盡了你自己力去做 我覺得也有一個道數 不可以說你一定要… 強迫一定我… 但劉曉慶之後 你好像沒有讓我們知道 你在拍拖 可能你拍過很多次都不一定 即是沒有再讓人知道你拍拖 沒有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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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到婚姻 沒有刻意去想 如果我要結婚 我真的跟劉曉慶 應該結婚了 劉曉慶 應該是… 當我不能夠跟她結婚的時候 我對這件事已經有另一個看法了 即是我覺得沒有必要… 一定要結婚 即使我那時 我也不是說一定要… 我不會為了結婚而結婚的 但你那時有個感情好 你覺得是考慮到婚姻的 有…大家都有考慮 但後來你跟她分開了之後 你反而以後對婚姻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 都是那句順其自然 不是說一定說 我這個不行 我要找一個來填補她 我一定要有個婚姻 人生不是一定要有婚姻才幸福的 我覺得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不是一定要結婚生子 出來就要必經條路 人生一定要這樣 然後才完成了人生 我覺得不是的 會不會是單身生活久了 我反而覺得有時有婚姻 反而會有束縛 會不會 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我不是一概而論的 但你沒有遇到… 你就是沒有遇到 也不是的 有婚姻有婚姻的好處 有兒女有兒女的好處 所以我覺得不是一個定律 我覺得任何事情 都會讓她自然發展到 五外國入行超過四十年 又去過不同的地方拍劇 她坦然若然再拍劇 就會對劇本有一定的要求 你入行雖然說四十一年 但我覺得 看回你工作量好像只有三十年 你中間後來… 是的 我中間又… 有十年好像停了 我上了北京 有段時間 我知道 你為了… 我九十年就上了北京 是的 但還是五年而已 然後你回到無線 然後無線就拍到07年 你就銀流金粉嗎 還有五味… 一靈 我最後那一套是… 一靈年 五味人生 五味人生 我06年回去做這個… 跟關哥已經做那個 叫做什麼 靚聲演奏廳 是 原本我已經不拍電視 我做靚聲演奏廳 給我一個很滿足感 我第一次做主持 而且是Live 是現場的 還要唱歌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過癮的… 很大挑戰 因為我做電視劇 還沒試過一樣東西 我做完之後 我都有一些失落感 很想做的 對 很有趣的 但為甚麼… 你說我不想再拍電視劇 為甚麼呢 我覺得拍了這麼多年 又未必一定… 每一次拍電視劇 拍得令你自己很開心 即是未必你自己喜歡的角色 劇本也未必好 而且每一次拍電視劇 我覺得是要應付很多東西 應付甚麼呢 你會是… 劇本…工作人員 很多東西 然後才成立了一個… 一個劇集 一個劇集出來 你每一件事未必一定這麼如意 所以我覺得拍電視劇 如果要遇到一個… 除非真的很好… 很開心的… 我覺得很難的 暫時來說拍電視劇 真的認得你自己心滿意足 拍得很開心的 在香港電視劇的… 譬如說你… 這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你做好你自己的角色就行了 是的 我們都是抱著這種態度 那你為甚麼要求… 你抱著這種態度 我一直都是抱著這種態度 我們才拍得到 但是有時… 一來工作時間 又令到你很辛苦 慢慢我們… 隨著我們自己的年紀 和年輕人的善途 我們年輕人拍的時候 拍完通宵 不睡覺 接著可能喝個早茶 可以繼續下去 自己有這樣的… 你最…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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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不行了 因為工作的時間太長 而且我們的體力是真的支持不到 基於很多原因 有時… 真真正正的我覺得是… 很好 那就拍了 如果我自己有選擇的話 現在很多人就去大陸 就拍電視劇 那你就更加… 我也有… 2010年我也有拍過 我去北京的時候 我拍過一個劇集 我也做了導演 那個是不是肉逃亂 不是那個《逃之戀》 《逃之戀》 我和劉曉慶一起拍劇 是啊… 那我又拍完了 那我基本上就沒有在大陸再拍了 那我2010年 我就因為北京的傳媒大學 他們自己投資一個電視劇 傳媒大學是屬於中國大陸一個 很多人才出的大學來的 那他們導演組就搞了一個電視劇 那曾經他們有一個導師 就和我一起拍過《歲月風雲》 他就想搞到 那他就找我去拍 那因為我知道他們的不是商業性質 他們是誠懇去拍一個電視劇 不跟外面 因為大陸電視劇太多了 有錢你就可以拍得了 那我又不清楚情況 我又不會亂去拍的 那因為傳媒大學 我清楚他們純粹是想拍好的電視劇 那我就答應了他們拍了一個 之後我也沒有拍 因為我現在不知為何 我不喜歡太長時間離開香港 你如果我上大陸一個月兩個月 我心裡就想念香港 下一集 《五位國會廣術》 當年周韻發首次當主角 和她被電視台雪藏有關 那時候我雪藏到我怎樣 狂潮的一刻 我沒有份做的 狂潮是周韻帆 也會提到她生命中 另一位女人 葉玉卿 那葉小姐呢 葉玉卿呢 她也是一個好女生